平川爱说电竞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人鬼大战 有浪漫大产happy 双方的话最近一个礼拜打了非常多的别逼我背 平川选几场来做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H潮汐猎人 出生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人组ID After all 毕竟我们的中国人组浪漫 目前也是世界第一人组 这一年的话浪漫的进步非常的明显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不死族ID 自从1.36.1版本更新之后 happy的话统治地位稍微的受到了一些挑战 其中人组对于happy的胜利最近的话稍微高一点 不得不说人组最近打亡灵的胜利确实很高 不仅仅是happy 120的话也经常被人组各种干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happy的话选择的是巫妖的一个手法 还是回归巫妖 那之前的话在TM这张地图可能还比较喜欢用恐惧魔王 这张地图他还是选择用巫妖 好浪漫的话依然还是大法师开局 大法师开局 TH这张地图的话双方可能又是各种开框 开完框然后互相骚扰互相比拼 看看大打几个回合之后啊谁能想到最后 开局的话互相侦查一下 来大法师上来练一下这个海巨人啊 哎这边还有个小螃蟹 好欧皇这边的话看看happy上来卖TP买了福斯之地 应该也是开框的打法 好上来砸一发弄啊 多多多先把海巨人给干掉 因为海巨人的话有一个转转转的伤害啊 有一个AOE伤害有点高 先把他给清理掉 然后再清理一下这个四节的月皮 那人族由于有民兵的帮助啊 所以练技效力呢会比不四足稍微的高一点点 那高一点点意味着是吧 就赢在起跑线上了啊 开局的话大法师是一个攻速手套 攻速手套那就是英雄的攻击速度 提高15% 这边的话看看 再打一个攻速手套 两个攻速手套 这个是可以叠加的啊 来乌妖的话这边打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也是一个攻速手套 后面是一个指环加四 好练完这个点的话先放一根塔啊 人族这边也是先放一根塔啊 比较稳一点 这边的话大法师继续练一波小鱼人 浪漫的话还是偏防守 那欧魂的话应该是偏进攻了啊 放下矿盖子直接往人族分装跑过去 好这一波的话大法师先练小鱼人 一亿代佬 我逼你多练一个点啊 然后我再防守姿态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防住 傅陈曼的话也是侦查到 哎报告大哥啊 敌军来犯 我们做好防守准备啊 好大法师真心调整好 来真心调整好 就等你来了 乌妖见面一发弄瓦 咋弄名 好小狗老大法师 小骷髅追杀农民 浪漫第一时间 又敲了三个民兵过来帮忙了 接下来就看看 这个农民 四个农民也好 倒下两个倒下三个啊 仅剩一个了 这边的话大法师要小心 哎呦被挠得很难受 好塔的话没有造起来 这一波的话 happy 前期处理的非常的不错啊 上来干掉四个小农民 同时把对方的塔也A掉了 自己的矿 目前的话还向进展顺利 我们看看浪漫要不要来一波反打 怎能忍啊 浪漫表示忍不了忍不了啊 你拆我一个 我也得拆你一个 好 那这一波轮到happy来防守了 这一集有点意思啊 两个人互相防守 好 这边大法师还是想先到三啊 到三级之后 有个二级踏水员 进攻能力会更加强 这边打了一个吼叫卷轴 哇 这个要命了呀 这要是过来进攻 开个吼叫 好 happy的话也是调兵前叫 兄弟们兄弟们 准备好 敌军来犯 哎 这个小狗想去偷袭一下不 哎呦 侦察一看来了来了 好 两个小狗都是侦察 这一波的话 浪漫带来多少个 七个步兵啊 七个步兵 这边做好防守 好 宽盖子马上好了 哎 目前来看 happy这一波防守做得很到位啊 小狗提前拉好 那浪漫这一波的话 进攻不成 要做好防守 因为等一下happy估计还要过来进攻你 大法师三级 现在是一个小优势 大法师等级是个优势啊 无要暂时没有到三 但是happy的话 矿已经开好了 还有一个冰塔在 稍微等等 这两根塔好了 就可以直接进攻了啊 没有祸故之忧 上完要不要借业砸一把弄瓦 哎呀 还是想到三啊 这一级弄瓦总感觉差点意思 好 两个人要绕一圈互相骚扰 小狗想去偷袭 这边步兵也想去偷袭 两个人的小心思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天黑了 买个单船买个单船 哎 没有买单船啊 买的是鞋 还有贵族投还 这边富特曼国来杀农民了 这边的话 小狗也去杀农民了 这两个人啊 真的是 真的打法都差不多啊 打的最近也是非常的多 也算是英雄兮兮兮兮啊 你的战术我也理解 小农民赶紧撤退 那这边的话 乌妖没有到三级 无语又面对大法师这个输出 有点扛不住了 这边家里的话 只能拉小狗过来防守 但是小狗大部分都去进攻了 好 浪漫交了一波民兵过来 五个民兵过来应扛 这边乌妖 哇 两个大水员 门神 处一下 扛不住啊 科技的话还是一本 人子的话好像也没有去升本 哇 这波浪漫 直接要把你的矿盖子给敲掉嘛 一个红塔好了 小农民想修 乌妖还是没有到三级 把大法师给打跑了 大法师交替 别那么修住 没有修住啊 乌妖到三级了 哇 矿盖子活生生给你打退 但是你这边的小狗 只能够杀对方几个农民 自己的话还是被打得很难受 哇 这一波浪漫打得完美啊 眼看不死足分框比人子更早开出来 都没想到 是吧 浪漫直接把Happy的分框一锅断了 然后自己分框稳住了 好 又轮到Happy进攻了 两个人打的是真的刺激啊 攻守各种的换来换去 这一波乌妖又到三级了 进攻很强烈 然后大法师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 好 一根圣塔好了 那这边的话 蜘蛛也来了一个 哎哎哎哎 这个蜘蛛 哎呦 被甩元素给点掉 那这一根的话 想把这根塔给清理掉 暂时清理不动 乌妖的话 现在有血跑得还是快啊 大法师升到了四级 前期双方这股攻防战打得非常非常刺激 由于富特曼 人称小钢铁下的数量非常的多 那人组的基本面啊 保持的非常稳定 Happy这边的话 矿要重新开重新开了啊 科技情况 人组奥本已经开始升了 Happy表示 腿了呀 这个经济有点差 小狗一直拿去打架 木头有点缺 刚才矿盖子又被砸掉一次啊 又重新造一下 也花了不少木头 所以这一波的话 那Happy这一波进攻打得不怎么样 但是浪漫又要开始过来进攻了 这个矿盖子又要被打退吗 不过这一波乌妖有三级 有三级是个好消息 但是血量有点低 这一波的话 暂时是五个富特曼 后面还有两个七个富特曼 先砸一盘多万 再升一根塔 这一边的话 由于Happy疯狂的做防守啊 所以资源非常的缺 来来来 现在乌妖 要小心一脸 好 这根红塔又好了 可以 两根红塔 一个冰塔 这一局真的是把Happy逼到墙角了啊 退无可退 把防守做到到位了 来 两个大水源 蜘蛛跑得掉吗 减速一下这两个大水源 第一啊 这两个富特曼没有减速到 好 又一个蜘蛛过来增援一下 乌妖现在要赶紧跑 哦哦哦 卡位大法师想击杀乌妖 乌妖的话疯狂的被卡位 好 哦呦呦呦呦赶紧跑 赶紧跑啊 有鞋跑得快 可以可以可以 幸好有鞋啊 有鞋回家补个状态 那终于开始升二本了 但是人作二本都快升好了 这一波大法师直接想敲杀 敲杀这个乌妖 乌妖赶紧跑赶紧跑 大法师 哎 又平A一下 这边又平A一下 好 直接诺瓦一下 给你减个素 乌妖能不能跑掉 乌妖能不能跑掉 富特曼摸摸一下摸一下 十七滴血 好 躲到里面去了 那躲到里面好像也跑不了啊 来 富特曼摸一下 哇 乌妖被富特曼活活的给摸死 这一波 浪漫 惊弓欲望 也是非常的强烈啊 Happy 第一次见Happy疯狂的塔 全部升好 那打完这一波 看看科技情况啊 人作二本升好 那Happy的话 二本刚升了一半 关键英雄阵亡了 还要买活 哎呦 三斤英雄买活啊 也花了不少钱 那这一波的话 本来是想反打的 但现在英雄没撞他 反打不了 浪漫这一边的话 分框建筑学搞一搞 到时候你想拆我这个分框都很难 大法师四点三级了 再练一会就到五级了 那现在Happy要赶紧练等级了啊 还赶紧练等级 那前面十分钟啊 双方各种攻防战 接下来应该是暂时处于和平发育的一个阶段了啊 好 乌妖现在是三点六 那浪漫这边是四点四 嘿呦 等级领先有点多啊 这里继续练 二本生好直接跳三本 出车间 后面的话出飞机 好 大法师的话 水元素一招 又及石头人 看看能不能搞一个好的冬冬出来啊 这里Happy的话 已经开始转蜘蛛了啊 难受啊 乌妖马上到四 这边浪漫二元秀山丘已经出来了啊 山丘出来的话要小心一点 乌妖看能不能戏一下注意力 诶能不能锤一下 好 乌妖来了 假装 可以的 这个戏演得漂亮啊 骗了一发锤 山丘打了一个强机光环 强机光环的话 人子如果是出什么远程单位会比较好一点 但后面应该还是出近战啊 这个强机光环可以考虑卖掉 Happy先比赛的话用蜘蛛 蜘蛛的话远程单位啊 可能操作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小狗的话 最好是三本狂狗一拨的时候比较帅 蜘蛛的话现在是五个 科技情况的话 二本升好 升三本 另外一边 大法师 山丘赶紧练啊 尤其是山丘这个等级 练到三级就比较好打啊 在三级之前 山丘的话 一般般 五一的话 四点二 那家里看看放下了什么呀 诅咒神殿 屠宰场 诶 这一级 Happy要换战术了啊 诅咒神殿 但是女妖也没那么快呀 女妖的话 一般都是前面拼几波之后 等对方骑士多了再转 那这一波的话 应该是要出这个 骷髅法师了 骷髅法师 加狂热 招骷髅的战术 好 这一级 Happy也换战术了 主要是前期的话和人族对拼的过程中 没有占到优势 所以呢 只能另辟吸睛 正常打的话 也就不太好打了 山丘现在打了一个什么装备啊 吼叫 这已经练到欧皇的疯狂了啊 人族表示啊 没办法 优势太大 好 飞机侦查到了 诶 你在这 这里要不要反召一波 这边的话 一个残血的富特曼 A掉 空一个人口出来 来来来 你练击 我刚好抓你 这一波浪漫 埋伏的好啊 上来山丘 瞧个地板 哦呦 Happy退了呀 我瞧咪咪的出来练击 结果被迫交了一个TP 幸好是六级的一个小游人练完了啊 看看打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居然是一本骷髅书 骷髅书 如果上来能打到一本骷髅书就好啊 是吧 打到后期 骷髅书的效果越来越差啊 好 人族大法师的话 直接五级毕业了 后面是转骑士 那也是三流氓 配骑士的一个打法 中间转一点飞机 对付一下毁灭 哦啊 分框还造了一根炮塔 现在炮塔手分框 那是真的猛 好 Happy现在先把DK的等级提到三板 这边再打了一个大法师之剑 也是一个不错的装备啊 无妖的话三本好了 来了一番诺瓦 带好了辅球 那三英雄会选择谁呢 要不要选个三英雄的话 既然有了 有了骷髅法师 那还要黑暗游侠吗 黑暗游侠啊 也有用 沉默 沉默对方的英雄 好 浪漫这边还想继续开框啊 滚雪球 扩大自己的一个优势 Happy的话 由于前期的话 分框争夺战的时候啊 占了一点劣势 现在的话 狂练等级啊 但是DK还是没有到三 山丘已经到三级了 来 这边野怪勾出来练 人组刚好也在 嘿 双方14分钟就要大打出手了啊 Happy这边 哎呀 骷髅法师第一时间被捶 现在骑士的数量有点多啊 人组 77 这浪漫瞬间就报道77人口 吼叫一开 哦呦 赶紧走赶紧走 好 这边骷髅法师给山丘上了一个残废 跑得贼慢贼慢啊 无妖的话 加了一个狂热 这攻击速度会非常的快 但是自己的血量也会再掉啊 要小心 人组一个群补 哦呦 这一波浪漫 吼叫一开 势入破组啊 直接往前冲 DK升到了三级 无妖的话 现在哎呀 还在4.5 大法师早早就五级了 这一波正面完全就打不了啊 只能撤只能撤 啊 撤退到家里去 补给一下补给一下 这人就上来开个吼叫 这忍得了吗 啊 受不了受不了 先撤为上 哇 忧愁你来我家打 来 浪漫表示打扰了啊 你回家那就算了 我继续开矿 哇 这浪漫 马上要三矿打两矿 Happy刚才是看见对手开矿的 所以呢 还是要去对手分矿搞事 浪漫的话 得第一时间回访 来了 73 59 那Happy的话 人口还是落后啊 我要看啥时候能到5 5级之后三级诺瓦 没有三级诺瓦 打不动啊 打不动这个骑士 这个骑士可太赢了啊 一攻一防 好 上来先拆拆塔 无欲语油 浪漫上来就直接造 造造造造炮塔 你敢信 炮塔造起来 这打得懂 好 上来拆了三根塔 交个TP 腿了腿了 蜘蛛又倒下一个 浪漫的分矿 还是能开好啊 怎么办 现在对于Happy来说 不是很好打 得找机会把对方的分矿给搞掉 狂热蜘蛛 矿热蜘蛛 矿热DK 后面再招点骷髅 角落车的话 操作难度有点大啊 一不小心 角落车就被人家给A掉了 浪漫是直接想过来晃 你拆我分矿我也拆 说我两个分矿 你一个分矿 谁晃得是谁啊 这边有大墓地吗 好有大墓地 到时候的话可以TP过来 但TP的位置要小心 这一波的话 矿还没有造好 好那浪漫只能够取消了 取消之后呢 Happy就可以TP过去 TP的话 这个阵型要走位好啊 好TP了 哎呦 浪漫上来直接就是拆你的矿盖子 这一波 哎呦 这个TP的位置非常费了 就有进攻器 大法师叫TP 矿盖子真的就给你拆了 哎呦 这个分矿真的是多灾多难啊 16分钟被拆了两次 人族这个分矿啊 就纹路太山了啊 建筑学搞得美美的 完整完整整 好 分矿拆完 这一波继续进攻 Happy这一波的话 骷髅法师部队有点多 那浪漫这里要赶紧出南屋啊 多出点南屋 南屋到时候驱散 贼给力 来了 六十大战七十八 浪漫领先了将近二十人口 好 这个炮塔是有点难清理的啊 阵型要卡好卡好 这边角落车好 有很多尸体 招骷髅 骷髅的话往前抹 这边小骷髅 先把对方的农民给清理一下 DK给站位 要小心 千万不要被围杀了啊 山丘现在已经三点八块四级了 好 这边浪漫已经有三个南屋了 三个南屋 山丘的话走位有点消招 这边是身上有大无敌 确实非常的猛啊 好 大无敌一交 这一波的话双方阵型拉好 Happy的这个阵型稍微可以 但是前派蜘蛛怕扛不住啊 可惜又没有多余的资源去转赠物 是吧 这个赠物到时候升个威力啊 也是贼爽 好 这一波的话 人族有这个小炮再加上南屋 那骷髅海战术好像扛不住啊 往后撤一撤 所以说浪漫的分块又稳住了 虽然是农民被杀了一波 Happy的话 分块重新造 那这个过程中啊 这个资源损失就有点多了哦 巫妖的话还是没有到五级 那这个骷髅海 与其说骷髅是用来进攻的 不如说是巫妖的一个蓝品 疯狂的吃骷髅啊 好 三级大水岩解决掉 巫妖4.8级了 眼看就要到五级了啊 现在不要放过一丝一毫的经验值 另外一边 浪漫已经是79人口了 哇 79大战66 浪漫的话 始终保持自己人口的一个优势 山丘又空了一个无敌 圣骑士的话 也在后面随时呢 水元素能跑吗 哎呀 时间消失了啊 这边浪漫又想进攻了 这一局浪漫 无论是前击拆分光啊 还是后期进攻 打得都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啊 来 见面直接拆你的兵营 看你手不手 小炮 狠狠乱战啊 两个小炮 无级还是没有到五级 没有三技能啊 打骑士 有点费劲 DK小心好 上来先秒蓝屋 蓝屋比较脆 上来一个残废 人族的话 取散一掉 蓝屋 现在有五个蓝屋了 哇 这蓝屋的数量越来越多啊 火海这个酷了 不能随便招了啊 再招下去都是经验值 但你不招的话 一步好歹 无妖到五级了 无妖到五级之后赶紧 疯狂用技能 甩对方的一个蓝屋 现在happy 还是有机会啊 DK DK小心 上来 诶 乌妖走得有点靠前 人族突然杀个回马枪 乌妖赶紧撤 DK想 想为兄弟们挡枪 但是发现这个身体好像也挡不住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现在毕竟是主场作战 应该还是能扛住 乌妖乌妖小心 DK又一发C打一下 现在前排的蜘蛛扛不住了 那骷髅的话 又被驱散 难受啊 DK小心一下 有山丘二级敲地板 清理的暖屋 然后再驱散一下 人口81大战68 哎 HAPPY怎么有点兵败如山倒的感觉 好 得找机会把对方 后排的南屋给干掉啊 后排南屋不干掉 自己的骷髅是站不住的 这边已经打到HAPPY家里去了 HAPPY的话 这个部队四散而开 升骑士给他上个残废 山丘又过来敲个地板 身上还有血瓶无敌 没有吃啊 这装备还是很不错 好 HAPPY的话 由于在主场作战 有腐蚀之地 这个部队回血比较快 那浪漫的话 就阵型了 再次打 后排的法师部队 已经清理了一半了 无妖又一发诺瓦 三级诺瓦 打骑士 诶 其实效果还不错哟 后面小炮怎么清理 是个大的问题啊 小派在后面不太好碰的 好 HAPPY这一波 守住了守住了 不得不说 这个骷髅还是有点猛的啊 无妖的话 加了款热 哇 就一个行走的机关枪一样 DK要小心啊 要掩护自己大哥 山丘突然之间 一个回马枪 圣骑士也到三级了 圣骑士一到三 二级的圣关 给他猛了啊 好 小炮的话 砸这边的骷髅 砸得最舒服 HAPPY的话 这边骷髅法师 找位要小心一点 蜘蛛的话 已经被清理掉了 骷髅的话 很容易成为对手的经验值啊 现在就看乌妖 疯狂的吃骷髅吧 挪挪挪挪挪挪挪一下 对方的一个骑士 好 山丘的话4.6了 大法师快到6级了 哎呀 这大法师到6 对于欧魂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差的消息啊 大法师一旦到6级 这个机动性太好了 倒是跟你对拆 是吧 况且现在人组正面能力 也很强啊 来 一个锤 哎呦 小心 DK一发C 这边骷髅的话 完全卡卡位置 但是南无又可以驱散一波 山丘也可以敲个地板 乌妖的话 由于有很多骷髅可以吃啊 魔法师倒是不怎么去 来 南无的数量 又有五六个了 一方诺瓦 这边南无直接避难回去 驱散一下 哎呦 往后拉扯一下 现在DK又一发C Happy的话 这个阵型拉扯的 也非常完美啊 但是人口相差 确实是有点大 再加上人组三流氓的 等级也上来了 山丘突然之间就想瞄你 所以说乌妖海得 自己保住自己的小命 好 人组的话 破法也开始出来了 哎呦 破法南无山丘 哇 这骷髅海没有发挥的余地了呀 骷髅海没什么效果 那只能当蓝瓶来吃了 乌妖的话 就当蓝瓶来吃 就招两个骷髅 哎呦吃一个 这个给你狂轰乱炸 现在山丘是4.8级 即将到5级了 人口8067 自尺之中 好像人组的话 人口都是领先有点多啊 好 Happy他想再开一个矿 看看能不能正面拖住人组啊 然后自己才悄悄的开个矿 存款方面Happy还是蛮多的 还有一千多 乌妖现在好 买个群补 DK的话还想买个蓝瓶吧 部队 阿车好 现在浪漫 卡在这个位置 你冲不过来 然后去拆你的分矿 这边人组也想开矿了 现在打到中后期 又想开矿了 哎 这里好 第一时间TP过来 看看TP的位置怎么样 非常保守 非常保守 现在人组蓝瓶的数量起来了 山丘即将到五级 这山丘一到五回天灭地啊 好 欧环赶紧调整一下阵型 骑士的话一攻一防 贼猛 给山丘算个残废 说实话 有圣骑士在还有那么多蓝瓶 想秒这个英雄 基本上秒不动 山丘一副当关 往前抹 这边的话 欧环要对部队往后撤了啊 好 山丘到五级了 五级山丘 是升三级踩地板 还是三级风暴之锤 它甚至是三级踩地板 三级踩地板的话 清理兵能力太强了 这边直接过来 要不要敲一下 暂时没有 大法师直接飞走了 大法师到六级了 过来 轻易到这里 然后拆你的矿 哇 大法师到六 这个太厉害了啊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现在Happy 飞不过对手啊 只能够对拆了 来来来 拆一下对手这个矿 在这个矿的话 一千多块钱了 马上踩完 Happy这个矿 马上开好 这里骷髅想去偷袭 我有人足一大波部队在这 好 骷髅去打 然后呢 乌妖看看能不能到六 这一局 现在是五点四界 到六还有一小 一段不小的距离啊 浪漫这一波不着急 我先把我的分框给开好 开好之后过来进攻 这个部队相当的扎实 Happy来了 这个分框 好大法是直接飞过来 听说你敢跟我真面硬如 上来 先驱散一下这边的骷髅 好 一方多 趁你阵型不好 空风光水技能 避难一下小炮 这边骷髅的话 一瞬间就清理了一半了啊 乌妖后面又开始杀难屋 挖一下山丘 一个三级敲地板 法师部队全部一色选 赶紧吃血瓶 乌妖交替地了 这打不过打不过打不过 山丘一个人就可以把你这些小部队 全部清理掉 那TP到这 这一波Happy的TP非常不错啊 但是对方有六级大法师 虽然你TP的很好 但是对方又可以个TP过来了 应该可以说飞过来了 如果人走没有六级大法师 那这一波打的还是比较被动 可惜 它是六级大法师 直接飞过来 那Happy这一波有机会吗 阵型拉好 两个人又要开始你死我活了 这个人口相差太大了啊 80大战50多 再加上五级的山丘 一个山丘能把你的骷髅 法师部队全部清理掉 那现在怎么办 整体部队的话往后拉扯一下 疯狂保一保 但是疯狂暂时还没有塔 上来又是挪一下对方的后排 升级是也是四级了 升级是四级 二级的一个光环 二级的一个圣光 上来垂乌妖 这边不死族 基本就是靠无要一个人打伤害了 DK宝 后面的话辅助 好 面对 面对汪洋大海的人族部队 Happy大手机器 我们恭喜浪漫 这一季的话 Happy 一直也是造型的机会啊 可惜可惜 还是功亏一亏 好 喜欢本场对方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